是说陈主生险胜马不迁的这首歌你听了多少遍 2003年在皮革舞台的第二轮竞演之前 由于在线歌手苏小丁人气垫底险些淘汰 陈主生只能连夜想办法来弥补这场危机 于是在所有歌手准备二公敬演的当天 陈主生找到苏小丁并希望能够让自己出战 反正小丁我没有问题 从苏小丁所给出的表情就足以看出 陈主生真的是让他明白了大哥这两个字的含金量 因为让他至今未曾想明白的是 陈主生竟然愿意为了自己不惜和皇祖开战 可有人欢喜就必定有人忧 以至于在第二轮公演还没有正式开始前 马不迁和王月新的火腰味 就已经充斥了所有敬眼歌手的内心 虽说最后陈主生以缅压性的票数拿下了胜利 但最后王国台却始终没能将皮革总决赛的冠军 我用相信明天编制了一个谎言 欺骗每个辗转难免的夜晚 还是个变迁故事都被光影冲写